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显出它是一个把文学的内涵和史学的要义结合为一体的一部文学著作 也就是说它具有文学文献的价值 那么关于左传的文学文献价值 我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就是关于左传的文学叙事体系问题 虽然我们谈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不应该赎点忘祖 但是熟悉中国文学发展史人都知道 在上古时代由于文化底蕴的这种微博 所以说当时的文学形式还显得非常的单调 非常的单调 据我们现在所知 中国古代的文学最早可以追溯的文学形式就是神话 在神话之后 那么文学出现了一种歌谣体 就是原始的歌谣 这个大家熟悉的八个字 所谓的那个最原始的中国的诗歌 什么断竹 续竹 非土 竹入 再到后来出现了比较完备的这个诗歌体式 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诗经了 那么之后又出现了上书 所有这些文学体式 如果从文学体式上来衡量 应该讲 就是说上书的出现 是中国古代散文的一种最初的这个形式 最初的形式 虽然这个孔子在谈到这个上古的文化的时候 满怀激情的唱出来两句叫什么呢 叫周坚乎二代欲乎文哉 就是说这个孔子呀 对上古的这种文献也罢文学也罢 他是非常推崇的 非常推崇的 但是呢 这个并不能说 中国上古的文学体式已经是很发达的 那已经是很发达的 那么从这个西州 以后到了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 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 随着呢 文学活动的不断的展开 应该讲 新一种文学体式 应运而生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出现的一种文学体式 就是所谓的历史系历史体散文 那么说到这个历史体散文啊 我们讲在文学史上呢 有三部著作呢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个是左传 再一个是国语 再一个是战国策 战国策 就这三部文献呢 它对于开创中国古代叙事体散文 它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这三部著作当中啊 那么最值得推崇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左传 由左传所开创的这样一种散文体式呢 可以讲 它对于中国后来的这个文学发展 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呢 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就是在它之后出现的 你比如说 我们传统所讲的二十四史当中的 你比如说史记呀 汉书呀 后汉书 以及啊 另外一种这个实体书 就是什么呢 就是自治通界 我们谈到这些书的时候呢 书记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啊 很多这个精彩的篇章啊 都出自于这些简辑当中 那么这些简辑啊 它的这种文学价值的拥有 实际上是受到左传的启发的 反过来讲 左传呢 对这些实体书当中啊 这种文学散文的这种形成啊 这个是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在中国文学史上 大家都知道 从古到今有一个国文运动 是吧 这个国文运动 当然我们谈的国文运动呢 集中谈到这个唐宋 甚至是明清 是吧 实际上这个对于这种古文的追求 那么呢 实际上从汉代就开始了 你比如说 从汉代以来 汉代这个甲仪啊 潮措啊 以及到唐代的韩语流中原 宋代的这个三苏 是吧 他们的这种写文章啊 追求的这种古文风格 实际上这个也是受到左传的影响的 受到左传的影响的 所以啊 由这两点就可以看出来 左传对于中国古代这种历史题散文 它的这个影响 那么 作为历史题散文 那么左传啊 它在文学上最显著的特点啊 那么后来人把它总结为 就是说左传的叙事 左传的叙事 所以呢 谈到这个左传啊 文学叙事这一点呢 我想呢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个呢 就在左传一本文献当中 它所表现出来的 对于战争的叙事 对于战争的叙事 我们今天读左传呢 最为人称道的 最为人称道什么呢 就是这个左传 在历史叙事当中啊 对于战争的这个描写 对于战争的描写 根据前任的这个统计啊 左传所记载的这个 242年的历史当中啊 大大小小的战争有多少呢 有483次 有483次 而在这483次当中啊 作为重点描述的这种战役呢 有14场 14场当中超级战役呢 有10次之多 有10次之多 那么从这个战争的规律上来讲 对于每一场战争的叙述 无非是引起战争的这种缘由 战前的各方的这个准备 那么战事的进程 战事的结局 最后的影响 就是说对于战争的描写呢 不外乎这些环节 但是呢 怎样把每一场战争的特点写出来 如何来记录 如何来叙述 每一场战争 这个呢 应该讲 对于左传的作者来讲 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 你怎么样把每一场战争 写的呢 各不相同 所以呢 这个呢 对于左传作者来讲 他的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 我们从这个左传啊 对这个春秋历史上 这个大的这个战争的叙述来看呢 他不仅做到了 对于战争的这种过程啊 详实 曲折 细致入微 而且可以讲 他描写到了一种 灰声灰色 阵阵不同的 这样一种局面 这里边呢 你比如说这个 大的这个战役啊 你比如说 秦晋之间的 这个习公十五年 发生的这个秦晋之间的 之间的这个什么呢 韩之战 习公二十八年当了 这个晋国和楚国的城府之战 还有宣公十三年当 这个秦国和晋国的什么呢 小之战 以及 齐晋在成功二年的这个 和曲之战 之后的什么 碧之战 安之战 燕灵之战 这个呢 都是左传啊 或者说春秋历史上的 非常著名的战役 那么对这些战役的描述呢 前人曾经有过一个总结 所以啊 左传的作者 在写这些战争的过程当中 他表现出了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叫做 偏偏换局 各个征兴 也就是说 左传作者在这大的这个战役描写当中啊 他的这个找笔点 他的呢 这个语言的表达 那是不尽相同的 那么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各的特色 那么就这个小的战争的叙事来讲呢 那么他又采取了和大的战争描写 完全不同的一种手法 就是说呢 对这个战争可能啊 采取某一个侧面来进行叙事 这个呢 我想啊 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比如说 这个鲁庄公十年发生的这个长寿之战 那么这场战争呢 他所采取的仅仅就是从曹贵 这一个人的活动这个视角来吐使这场战争的 那么这种吐使虽然角度呢 非常小 但是呢 把这场战争的这个前因后果 以及战争啊 所观传出来的一种左传 作者所认识到的一种战争的一些东西 都写了出来 都写了出来 所以说呀 那么这种方法呢 和大的这个战争续写呢 它方法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么但是呢 它有它的特色 它有它的特色 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通过我们了解 左传这个作者在对战争的续写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在写战争当中啊 它有非常让人注目的一点 就是无论这个战事是如何的紧张 那么左传的作者总能够在这个紧张当中腾出啊 笔墨来做一些花絮的这个描写 这个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高明的一点 这个我想啊 大家比较熟悉的 你比如说这个安之战 你比如说这个安之战 安之战当中啊 战争呢 应该讲是非常激烈的 非常激烈 但是呢 这里边呢 作者呀 写了两个细节 写了两个细节 那么呢 走成了这场战争当中啊 在这个紧密的这个笔图当中啊 加入的似乎是两个弦笔 一个呢就是这个韩爵梦子虞 另外一个呢 就是庞宠妇遭蛇咬 那么这两个细节 这个写到这个韩爵梦子虞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那是写的一场梦 是吧 写的一场梦 而这个庞宠妇遭这个什么呢 遭蛇咬 这实际上呢 是激述了一个细节 那么这两个细节 究竟与这个战争有多大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讲 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文字啊 并不觉得这个在细节战争呢 属于多余 而且呢 增加了这个文字的趣味性 我想呢 这一点功夫啊 这个左传的作者是有的 左传的作者是有的 所以啊 这个表写战争啊 它一张一池 这个呢 都是左传作者驾驭文字 叙述史实的一种功夫 一种功夫 那么呢 这个呢 我想啊 就是这个可以 由衷啊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左传对于战争叙事当中啊 最让人注目的一点 这次呢 关于左传对于战争的叙事 在左传当中 另外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 就是对于人物的叙事 对于人物的叙事 左传这本文献当中啊 它记录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 涉及的历史人物有多少呢 据有的学的统计 涉及的人物 大概达到一千四百人 那一千四百人 我们啊 大家读这个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 就小说这个角度来讲 涉及人物比较多的是红楼梦 是吧 三四百个人嘛 对吧 我们都觉得 曹雪芹的功夫了得 是吧 但是你再回过头来看左传 左传是一千四百多人 一千四百多人 那么这一千四百多人 他的每个人的活动轨迹 应该讲 他是分级别的 每一个级别上 他的人会描写到什么程度 那么呢 偷都啊 恰到好处的做到处理 进行了处理 另外一个呢 从这个左传这本文献的性质来讲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个编年题史书 编年史书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形式 来叙事人物一生的这种经历 这种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呢 一个人的一生的这种经历啊 往往可能啊 分散在几年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当中 那么怎么样 透过这几十年的历史进程 透过这几十年的进程 来把一个人的 这种一生的这种生活片段呢 进行展现 那么在历史的经历当中 怎么样来凸显 他在这个历史上当中的使命 这个呢 左传的作者呢 他采取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办法 你比如说 他对人物啊 采取了一种倒序的方法 串序的方法 补序的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呢 是让他把这一个人的这种 历史啊 进行勾连 进行勾连 接触于人物的这个语言啊 活动啊 来表现人物在历史事件当中的第一作用 这里边呢 我想啊 这个科学的例子很多 比如大家熟悉的这个 春秋世纪重要的一个人物 就是借文公子崇尔 公子崇尔 那么对于公子崇尔一生的经历 应该讲是非常非常坎坷 非常非常充满着这什么 这种挑战的 所以他这个生活细节啊 是很多的 那么怎么样来叙述 近闻公这个人物 左专作者 把这个人物的这种生活 或者说一生的这种经历呢 他集中在西宫23年和24年 进行了个集中的这个叙述 从中啊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种描写当中 不仅涉及到公子崇尔的流亡 这个流亡当中的一些历史片段 至于后来的 怎么样返回晋国 怎么样登上经过的军位 怎么样建立霸业 甚至于最后怎么样死 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说啊 透过左传的文字呢 对于近闻公一生的这种重大经历啊 可以讲表现得非常的完整 表现得非常的完整 所以啊 由这个我们就可以提问到 左传呢 他这种啊 把人的这个事与历史文学啊 等各个要素啊 错综的这种关系啊 在近闻公人物这个叙述当中啊 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完美的结合一起 所以啊 我们说啊 这个左传呢 这样一种 对人物的这个叙述模式啊 实际上对后来的 特别是史书 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清楚 这个从时期开始 到这个汉书 到后汉书 到三国志 一直到其他的这个正题史书 都有一个基转体 基转体这个是什么 像什么世家呀 这个列传啊等等 那么这些呢 主要是以人物为中心的 人物为中心的 所以呢 这种文学体系的产生 我想呢 从左传当中所吸取的营养 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那么呢 春秋啊 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这个塑造啊 可以讲 增加了他自身的这个文学内涵 增加了他自身的文学内涵 对于后世文学的创作 应该讲呢 有巨大的启迪 有巨大的启迪 当然呢 具体的我想啊 时间关系呢 我就不说了 刚才啊 这个金文公 左传这个金文公的这个 叙述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呢 你比如说这个春秋时期啊 还有一个人物 在左传当中啊 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 就是春秋时期楚国的 楚联王 楚联王这个人物 那么 这个楚联王这个人物啊 左传呢 他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 总体形象的什么 是一个贪婪 奢侈 残暴 这么一个人物形象 但是左传的叙述 或者塑造这个人物性格的同时啊 他实际上很多情况下呢 他不乏 人情味 就对这个人物叙述当中 他不乏人情味 甚至呢 描写出了这个人性格上 尽于天真的 这么一个特征 这么一个特征 所以啊 左传这个作者在 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呢 他从这个鲁湘光26年 这个人物啊 很细极性的登场 到这个鲁昭公三年 这个违反那个理智 最后呢 到鲁昭公12年 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是把这个人一生的这个轨迹啊 勾勒得非常的清楚 勾勒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看到这些文字啊 我们啊 经常讲说这个司马迁 是吧 显然我写得很好 实际上呢 你看到这个呢 你会觉得有个印象 你说这个左传 实际上呢 写在这方面的 这个用笔啊 不比史记差 不比史记差 当然呢 说到这个史记啊 实际上呢 很多情况下 我们呀 要知道有这么一个 基本的事实 就是司马迁啊 做这个史记的时候呢 它的很多的内容 材料 甚至说方法 它是源自于左传的 它是源自于左传的 那么这是关于 左传那个叙事的这个特点 那么关于它的文学文权价值 我想呢 第二个方面呢 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左传的这个文学语言 就是它这个 作为文学 它的语言上 文学语言上 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 可以这样来讲 语言之美 它是文学作品成为不朽的 一个重要的指标 一个文学作品 如果做不到这个文学语言 这个语言有美 那么它要不朽 它要长期 永久流传下 这个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 这个也就成为 古代文人们啊 在文学创作当中啊 自自以求的一个东西 从左传文学这个角度来讲 来看它这个文学语言的话呢 可以做这样一个概括 那就是 左传这个语言 它的这个洗恋 精荡 语言内涵的丰富 深邃 都是这一部文献 在文学语言上 所体现出来一个总体的风貌 所以语言非常的这个凝炼 内涵非常的丰富 那么除此之外呢 表现在左传 这部文献当中的语言上呢 还涉及到一些语言的技巧 或者说文学创作当中一些技巧问题 你比如说行文当中的这种方法 怎么样能够使文字呢 简洁 怎么样使呢文字的表达有效 这个呢都涉及到 这个文学语言的运用问题 运用问题 你像这个什么 刚才讲到的这个倒序呀 深序呀 补序呀 加序呀 这些手法 在左传 作者行文当中呢 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而且呢 在修辞格的运用上呢 也都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非常值得称道的 那么前人 像这个刘志杰 他对这一点呢 实际上呢 有过评论的 在这个史通虚事里边 他讲 他说 思皆严近而直远 此前而延伸 虽发于以淡而含义未尽 这个呢 我讲 刘志杰的这一段话呢 实际上把左传做这个语言特点 表示的非常的准确 非常的准确 那么另外一个给出评价呢 就是清代的刘志杰 刘志杰这个《易概文概》里边呢 他这样讲 他说 于为百世史家 内部出乎此法 这个内部出乎此法 实际上就说 后世史家这个手法呢 不出左传的这个手法 后汉书 以寻悦 汉记 辞悦 是详 新唐书 以文省 是增为上 其知之也 也就是说 后汉书啊 新唐书啊 这些呢 都受到了 在语言上 都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都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所以啊 这个左传语言之美 是任何一个 对左传有深切体位人的 共同的感觉 共同的感觉 当然呢 具体说到这个语言之美啊 在这里呢 我想呢 从一个侧面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左传语言之美 那就是 左传呢 我把它称之为 左传 小品文的精品 辞令 这个辞令啊 是左传的一大特色 辞令是左传一大特色 那么 在左传当中啊 这些辞令呢 可以讲 构成了 左传文学语言当中的精品 形成了 俊勇巧智的散文精品 通过这个辞令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作者啊 他在语言辞造的这个典雅 递当呢 都显出来 作者对于语言的这种锤炼 这种锤炼 其间呢 这个 通过这个词令 我们还可以看出来 这个作者啊 在语言结构的安排上 透露出的这种逻辑性 层次性 也都表现出作者对于 驾驭语言的这种造诣 同样呢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种语言风格安排上呢 或者呢 这个区区有志 或者呢 典雅雍容 或者犀利严正 这个呢 都显示出 作者在构思语言过程当中啊 从不同人的这个身份出发 从他的性格出发 对呢 语言做出一个很恰当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 这个呢 可以反映啊 这个 左专作者啊 在文学语言上的这种造诣 当然呢 具体说到这个词令啊 我想呢 这个呢 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间内词令 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行人词令 就是外交词令啊 那么这两种词令 实际上在风格上 又有所不同 又有所不同 那么这些啊 实际上都 说明啊 作者啊 他会根据不同的情况 做出呢 不同的这种语言上的安排 语言上的安排 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他的语言的精粹性上 我们给出的一个 一个 基本的评价 那么对于这个词令来讲 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 呃 就是啊 通过这个词令啊 呃 我们可以感觉到 左传 作者啊 在构思过程当中啊 他所废的这个心局 呃 因为呢 这个无论是这个 舰内的这个辞令 还是呢 行人辞令 呃 他在这辞令当中啊 会涉及到很多的 啊 这个细节 啊 这个细节啊 你比如说 这个 这个军事会议 高级的这个军事会议 呃 或者我们简称啊 就说古代诸武国 这个玉田会议 呃 或者说外交使节 初始啊 盟会交战的这些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啊 呃 在辞令当中啊 大量的这个表现出来 但是呢 呃 我们想 这些细节究竟在史书当中 会不会记载 啊 会不会记载 啊 那么这个呢 作为左转作者呢 实际上呢 呃 他有些地方呢 很难呢 相知 呃 特别是你像那个 诸胡开这个高级的军事会议 那这个左转作者 作为一个局外人 或者说作为一个后来的人 他怎么知道 这个预前会议当中的一些细节 呃 谁怎么讲 呃 谁出的什么策略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甚至啊 一些的军事之间的一些论辩 争论 啊 那么期间啊 通过这个语言所表现出来的 各色人等的这种语言啊 体态 所有这一些呢 作为历史记载呢 不可能非常的详细啊 但是呢 左转作者在辞令当中 把那个表现得非常的到位 啊 这个呢 我想 实际上呢 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那就实际上就涉及到了 左转作者对 对语言的构思上 啊 对语言的构思啊 或者说 借着语言的这种构思 来描幕 或者说虚拟 一些历史的细节 呃 只有这样子呢 呃 才有可能把 这个什么呢 这个历史过程 写得呢 非常的委婉 啊 非常的有趣 啊 非常的有趣 呃 所以这一切 实际上都 从文学角度来衡量啊 实际上都表现了作者 在文学作品 创作过程当中啊 他这种构思的 啊 这种才华 啊 构思的这个才华 啊 那么 这是关于 作为文学文献啊 它的价值的第二个方面 就是关于 左传的文学语言 那么第三个问题 我就来谈一下 呃 左传呢 既然我们讲 它有文学价值 那 它第三个方面 就体现的是 在什么呢 就是 左传 文学当中 所体现出来的 文学创作当中的 构思问题 啊 构思问题 这两个应该讲啊 也是 呃 对左传 作者的一个挑战 呃 因为 呃 历史 它是非常注重 注重这个 失漏的 而文学呢 是非常看重构思的 呃 非常看重构思的 呃 因此呢 怎么样 把这两个方面呢 有效的 结合起来 呃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呃 非常困难的事情 呃 但是呢 呃 从文学角度看 我们可以把左传呢 呃 呃 看成西式体文学 呃 呃 就是看成一个历史散文 又可以看出 它也还是一本非常出色的 传记文学作品 还是呢 一部小说 呃 这个小说 它是小说 呃 实际上呢 呃 我们讲 左传当中的大量的这种情节描写 实际上构成了小说的基本的要素 呃 那么呢 把这个范围再缩小一下 如果呢 呃 从小说这个角度来讲 我想啊 左传呢 它这个小说可以 以价值啊 可以从 多方面来评价 呃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历史小说 呃 也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战争题上的小说 还可以把 甚至把它可以看成武侠小说 呃 武侠小说 呃 呃 他对于这个人员之间的这种什么这种争斗 那或者说决斗 呃 非常的有一个似从相似的感觉 和什么相似呢 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武侠小说 非常相似 呃 他只说这个人功夫怎么高怎么高 那个人呢 功夫怎么强 但从来不太写这个双方怎么交战 是吧 只看着这边呢 一动 那边人头就落地了 啊 这个功夫高就高到这 高的你就不知道过程是什么 实际上我说这个武侠小说这种协作的手法 实际上呢 和左传的这个写法是完全是一样的 啊 你比如说写这个左传的这个协战争 从来不写这个血腥的场面 啊 只说这个怎么准备 那边怎么准备 经过一番厮杀 完了 结局出来了 啊 但是他把那个前期的 就是这个前期的过程写得很详细 后边的这个东西啊 写得很 就是中间这个真正的 充满了血腥和残暴的这种产品 他是很少写的 所以我想呢 这个武侠小说的这个作者 他这种写法 是不是受左传的影响 当然了 关于这个 左传作者啊 他写这个小说这个说法呢 曾经有一个这个研究者 专门呢 就写了一本这个入作 研究著作 研究左传著作 就是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 左传与中国古代小说 这个实际上就是 谈这个左传啊 他的这个文学 对于中国小说 体文学的影响 所以呢 在文学创作上呢 我想呢 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 左传作者 他的构思和想象 他的构思和想象 那么呢 这种构思当然呢 涉及到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 方方面面 无论是历史的这个细节 的叙述 还是每一个事情的发展过程的这种构思 甚至人物形象的这个塑造 人物形象当中 包括他的言行 举止 衣食 筑行 等等 那么这些呢 描写啊 都离不开构思 都离不开构思 你说一个理事书 记得再详细 也不会记住着 这个这个 一个人怎么吃饭 怎么穿衣 所以这些的这个 之所以能够出来 这个呢 只能说是左传作者的构思 所以对这一点 文学上这一点特征呢 钱农书先生 在他的管理编当中啊 有一个非常 让人啊 觉得呢 准确的一个描述 他讲了这个 左传作者的构思 他讲这么一段话 他说 摇体人性 玄想死 实事 射身局中 潜心腔内 存之堕之 以揣以魔 数据入情合理 这是钱农书先生啊 对这个左传 在文学构思上的 这种价值啊 做出的一个 分析和总结 我想呢 钱先生这个话呢 应该讲 真正啊 提悟到了 左传作为文学的构思之美 那么 这个呢 当然啊 就是说 对文学这个构思啊 文学方面的 这种造诣啊 前面我们给介绍 这个学术源流的时候 给大家也提到过 像这个唐代的 刘志杰 宋代的吕祖谦 在这方面 也都有各自的心得和体会 所以啊 在座的各位当中 有研究古典文学的 是吧 我想呢 要认识 左传的这个文学价值 从古到今的这些学者 这些认识 对于我们今天 评价 左传的文学价值 是有帮助的 是有启发的 这是关于 左传文学价值 我所要讲的 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方面呢 我要说的是 左传 它作为一部 语言文 语言学文献 那么它的价值 何在 这个左传呢 最初 它是以史书的名义 流传的 但是到了后来 随着这个 经学的这个昌盛 左传呢 又以经学的名义啊 进入了这个 学术的这个真谛里边 那么无论是这个史书 还是经书 这个呢 都有一个背景 就都把它作为啊 孔子六义之学 或者说孔子春秋之学 的一个门类 但是呢 比起这个公养和古良 来说呢 那么左传这些啊 学问家 或者说经学家 他们在研究 这部文献的过程当中啊 更多的是从 这部文献的 语言文字方面入手的 语言文字方面入手的 所以呢 他们的学问呢 可以总结为 围到这部文献 所进行的字学 词学 张句之学 典章制度之学 等等 这一类的 所谓的书证 或者说考课 那么这种啊 研究学问的方法 实际上呢 是在发掘 这部文献的 语言文献价值 语言文献价值 所以啊 从这个 到了这个近代呢 随着啊 这个近代语言学的 这个建立啊 左传 它在 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上 又从啊 现代语言学的 这个角度呢 体现出这个价值呢 被进一步的发掘 那么 现代语言学 对于这部文献 语言学价值的认识啊 可以总结的一个 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 左传这部文献 它代表了 先情的语言 而且是 先情语言的典范 这个就是 现代语言学者 对于这部文献 语言学价值的 一个总体的评价 总体的评价 当然呢 它作为 现代语言的 这个典范 具体体现在 哪几个方面呢 我想可以从 以下四个方面 来简单的说一下 那么第一个就是 左传这部文献 它所包含的 语言资料 是先情 语言文字的 一个权威性的著作 就是说 它的 所收入的 这个语言资料 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 我们今天要研究 先情语言 先情的这个汉语 以什么 最权威呢 以左传最权威 这个呢 都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 左传这部文献 它被学者认为 它是先情文献的 一个真传 它是先情文献的真传 当然在这方面呢 我们就不太同意 公养和古良的 对这部文献的 性质的认识 所以啊 这种真传 使得这部文献 对于我们今天 研究汉语来讲 那么它可以 形构成 先情汉语的 断代研究的 非常重要的 一个资料库 所以你要研究 这个先情语言 那么以什么 作为这个代表呢 就是一座传 就是一座传 所以它在这个汉语 断代研究上 这个资料的全文性 是得到普遍的认同的 是普遍认同的 所以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是研究 汉语 不可或缺的 或者不可忽视的 一部语言宝典 这个呢 是它的这个 第一个 这个典范性的体现 那么第二个呢 就这部文献 它在语言资料上呢 体现出了个多样性 体现出了个多样性 那么这个多样性 是因由于什么而起的呢 这是因为啊 左传它所传述的是 春秋的历史 那么既然是历史 必然会涉及到 人类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的内容 所以啊 这种方方面内容的 这种涉及 使得它的资料 它的语言 它的词汇 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既呢 有这个什么呢 上层的这个语言特点 又有呢 下层的语言特点 既有呢 这个典雅的 又有离俗的 所有这一切呢 实际上就确定 奠定了左传这部文献 它语言的这个多样性 所以呢 它不纯粹 是这个当时的书面语 说说 比如说很多歌谣啊 很多这个 这个 翻覆组组的这个语言啊 这个都是啊 和典雅的那种妙藏之言 是有区别的 是不是 所以啊 它的多样性 在我们今天来讲 是应该受到这个重视的 这个呢 反映出 它作为先前语言研究的 一个典范的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就说 这部文献语言的典范点 还表现在 它所收录的语言资料 具有全面性 具有全面性 这个全面性 源自于 在先前的文献当中 到目前为止 应该讲 篇幅最大的一部文献 就是左传 我们今天传世的 先前的文献当中 你比如说 十三经当中啊 那么最长的 一部文献是哪个呢 就是左传 一共有18万多字 第二长的什么 就是礼记 9万多字 9万多字 其他的呢 像乐语 1万多字 孟子呢 大概两三万字 是吧 这个肖精才1000多字 所以从这个篇幅上来讲 那么它所涉及的 面是比较宽的 那么这个呢 特点 就是的 它所涉及的这个资料 是非常全面的 是非常全面的 这个呢 是它典范性的 第三个体现 第四个呢 就是语言资料的典范性 语言资料的典范性 我们今天读左传 既没有上书 周易那么尖色 是吧 也没有 论语 尔雅 那么呢 更接近口语 所以啊 它的这个语言呢 成为我们 在这个文学 或者是语言研究当中啊 文言的代表 那文言的代表 那么我们呀 谈中国古代这个 语言的发展 一般呢 把它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文言阶段 一个呢 古白话阶段 那么文言阶段的这个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什么呢 就是左传 就是左传 所以这个呢 特征啊 就使得我们对于 文言系统的 词汇 句法 句式的研究啊 都可以以左传 为依据 为依据 所以呢 这些呢 就确定了 它在这个 语言资料上的 标准性和典范性 和典范性 当然我在这儿说的 你是说这个典范性啊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 来了解 你比如说啊 在刚才我提到 在中国文学史上呢 曾经出现的国务运动 唐宋出现过一次 到了云青 有这个前妻子和后妻子 又提出国务运动 那么这个国务运动 它所取法的 这个语言模式 或者语言标准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 就是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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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的文章 那么秦汉时期的文章啊 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像左传 实际 这种东西 当然 左传和实际关系很密切 很密切 所以说呢 这些啊 都体现了 它的这个 这个语言上的价值 语言上的价值 正因为如此啊 所以呢 在这个 上个世纪开始 也就是呢 这个 现代语言学 进入 这个 中国 语言学 这个范畴之后啊 人们对这部文献的 这个语言价值 不仅 有了这个认识 而且呢 进行了 非常深入的 这个研究 这个左传 语言 从现代语言学意义上来 研究左传的 这个历史呢 一直可以追溯到 上个世纪 上个世纪 当然在这个 从上个世纪 遇到现在 这种研究 在不断的深入 研究的这种 领域 在不断的得到开拓 但是 能不能说 在语言研究上 这个前任务文章 已经做完了 把所言应该研究的东西 已经研究完了 我看呢 就目前而言 还不能说这个话 所以留给我们 现在人的 这部文献当中 可言语的东西 就语言层面来讲 还很多 还很多 你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关于 左战一部文献的 词汇的研究 词汇的研究 有学者 对这个词汇的 比如说 对他的这个虚词 进行研究 像什么呢 借词研究 有人对他的这个 动词研究 比如说对这个 位移动词 左战当中的位移动词 做专门的研究 还有呢 这个 对这个什么呢 对词汇总体研究 左战词汇研究 但是呢 看到这些书之后 我觉得现在 还有一个问题 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比如说 对于左战当中的词汇 从构词法角度 还很少有人来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呢 直接关系 比如说 对于一个福音节组合 他究竟从语词的 属性上来认识 究竟是语还是词 这个研究还很少 很很少 所以呢 这些呢 作为语言研究来简讯 虽然研究的这种 人很多 研究的这种方向也很多 但是呢 一路的或者说 尚没有得到开发的 这个研究范畴啊 也很多 也很多 那么这是关于啊 左传这部文献的 语言学价值 我想呢 简单的说这么多 那么第五个方面 关于左传的文化文献价值 左传这部文献呢 在记述啊 春秋历史的同时啊 他不可避免的 把左春秋这个时代 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现象 会收落其中 因此呢 这些文化现象 反映这个时代人 所拥有的一种文化观念 就成为这本文献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此呢 左传对春秋时代的这种文化 它具有一个记录和承载的功能 因此呢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 借助于这部文献 了解这个时代的文化 是这部文献 应该被开发的一个研究领域 当然呢 关于这个文化呀 我想呢 从文化学这个角度来讲 既可以呢 可以有这个广义的文化 也可以有狭义的文化 作为广义的文化呢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比如说它的经学的历史 经学文献 历史文献 文学文献 语言文献 这个都可以 包括这一块我们所讲的文化 都可以构成什么的 它广义文化研究的内容 我想呢 当然我想呢 这个问题呀 我不想多说 我不想多说 那么我在这里重点想谈的是 据说左传的狭义文化的研究 对于左传的这个狭义文化的研究啊 应该讲 它是以左传所记录的 这个时期曾经存在过的一些文化现象 或者文化形态 是作为研究对象的 因此呢 在这里我第一个呢 第一点呢 先简单说一下 我们从左传这部文献当中 究竟能发现春秋时期 有哪些文化现象 或者文化形态 这个第一点呢 我把这个文化形态呢 做了个简单的分类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左传这部文献 所拥有的 这个时期的文化现象 第一类呢 就是这些呢 反映着春秋时代所拥有的 原始宗教观念的文化形态 你比如说 左传当中 大量的关于天道 鬼神 祭祀 蒙世 仪式 这些文化形态的记载 或者文化现象的 这个记载 那么我们接触这个呢 实际上呢 可以对这个时期所拥有的 原始宗教观念 进行一番探讨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 左传这部文献当中 记录了这个时期 大量的 补士 巫术 星象 挂瞻 归瞻 碎石 梦瞻 还有像什么呢 这个天文 什么这个鸟群 择日 橡树 风水 甚至还有什么呢 这个亚圣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呢 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呢 它都可以 它和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 结合的非常紧密 那么接触于这些 文化现象 或者文化形态 我想呢 了解这个时期人们的文化观念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第三个方面 就是呀 这部文献当中 所反映的 这个时期 政治 伦理 观念 有关的 一些文化形态 你比如说 左传当中啊 有关于这个时期的什么呢 道德 德政 德行 君子 理智 民本 理智 婚姻 宗法 师族 等等 这样一些文化现象 借助于这些现象 都有助于我们今天了解 这个时代的政治和 社会能力观念 所以呀 从这个简单的分类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一部文献 它作为历史文化研究 它所具有的价值 那么下面呢 第二点 我想谈一下 就是说 对这些文化现象的一个 很初步的一个认识 就是说呢 借助于它究竟啊 可以认识到这个时期哪些 那文化现象 第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反映原始宗教的 这样一些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 可以这样来讲 借助于这些文化形态 我们可以认识到 春秋时代的人 那么他在宗教观念呢 不仅研习了早期的原始宗教观念 更表现出了这种观念 在这个时代 所发生的变化 作为原始宗教观念呢 它还可以 就是这个呢 还可以 是我们进一步呢 探讨到 关于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的起源问题 所以啊 这个问题呢 我想啊 你比如说这个天道呀 鬼神啊 祭祀呀 蒙世呀 仪式 蒙世等等 那么接着这些文化现象 我有一个很 很一个 很这个 强烈的一种感觉 那就是 中国哲学 或者说中国前哲学的这种 二元对立观念 是非常强烈的 那是非常强烈的 我们现在一谈到中国这个哲学 大家习惯于从这个 这个村区战官的柱子百家谈起 柱子百家的哲学当中 如果说他在哲学的这个本质问题上 也就是宇宙的本源问题上 几乎都是呢 一元论 都是一元论 要么就是天 要么就是道 要么就是神 都是一元的 但是呢 在此之前 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 也就是说中国的哲学 它最后的这个关于宇宙本源的 是不是一元的 那是不是一元的 究竟是由中国哲学 是由二元演化一元 还是由一元演化出来二元 这个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认识 我想呢 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左传的这个方数 通过对这个方数呢 我们呀 可以进一步的意识到 这个方数活动 它实际上是建立在 二元哲学 也就是阴阳哲学的基础上展开的 这个呢 我想啊 都对于我们了解 中国古代阴阳哲学 究竟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什么 有一个 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评价和认识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啊 借助于反映社会伦理观念的这些文化现象呢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 中国传统观念 特别是儒家的这个社会伦理 所以形成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上的依据 时间关系呢 关于这个文化价值啊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那么最后呢 我呀 对这个左传所包含的文化文献价值 有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说 第一 可以揭示中国原始哲学的内涵与观念 第二 可以 借助他们可以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源流与形成过程 第三 借助他们可以揭示儒家伦理哲学的形成基础与主张 我想呢 对这部文献的文学文化价值 这个文化文献价值 最起码可以从这个三个方面去进行发掘 去进行发掘 那么关于左传这部文献的价值 我就讲到这儿 感谢观看